驚喜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全民新攻略 第二輪的四個賽事 來 第一個提示 漣漪又來了 又是整個 約會 漣漪 漣漪啊 跟漣漪相關的人數 想一想 第二個提示 再開始秒 結婚前提的面試 結婚前提的面試 結婚前 以結婚為前提 對 白小英 是嗎 我覺得這太好了 這比加個LINE好多了 對 我從你講失誤 現在清醒了 加個LINE 相親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跳的 唉唷 小英 你鼓勵很旺盛耶 就是一直按就對了啦 反正總是有對的適合 好 白小英的結婚會 郭六賽 請就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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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英同學 英國文化管理系列 妳現在是做什麼工作呢 現在 我現在之前在高雄市政府 幫忙當化妝師 那現在就跟著下台了 對 跟著下台了 對 跟著下台 現在在陳潛中 對 陳潛中 被兩百多萬市民送回家 也算是一個人生難得體驗 很好 人生就要有些氣氣浮浮 我覺得非常好 到老就很多很多事可以回想 好 是 看你的第二道題 有四分鐘的時間 好好善加利用 請公布 克志華的題目由 記者不想聽 你曾經當過記者 而且好多年 對 幼兒睡眠注意 你有兩個女兒 三歲 兩歲 對 吃素要注意 爸爸吃了二十年的素 所以家裡面有很豐富的吃素經驗 對 湯圓發明食 你愛吃我們的傳統甜食 尤其是湯圓 對 冠軍首搖飲 首搖飲也是你愛喝的飲料之一 尤其要加珍珠 對 壽司小歷史 喜歡吃泥鯉 對不對 運期要運動 你有 做孕婦無家 中藥調理有禁忌 愛吃中藥 尤其是一些像四五當歸這類的 你喜歡聞它的味道 香很香 我們從哪裡開始 我們先兩個寶寶 從幼兒睡眠注意 因為文字也很關心 請 出題 根據英國研究 哪一種嬰幼兒時期的睡眠問題 可能會讓小孩 在十一到十二歲時 出現邊緣型人格障礙 A 半夜做噩夢 B 規律睡眠時間少 C 晚睡 我的答案是 C 晚睡 請說例 什麼叫邊緣型人格障礙 邊緣型人格障礙 應該就是沒有辦法進行 正常的社交活動吧 我自己解釋 是嗎 把自己自外於人群 然後這樣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猜的啦 應該是吧 邊緣型人格 反正就是小朋友 十一到十二歲的時候 會有一些障礙 當然是 就進入新生期的時候嘛 對 晚睡怎麼了 晚睡 小朋友不能太晚睡啊 在還沒有生寶寶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 醫生都叮嚀 你要早點睡啊 所以要讓他在裡面 有正常作息 那出來的時候也是啊 大概九點前 寶寶就一定要睡覺了 認為他答對了一句說 我 因為我很多朋友 小朋友都蠻晚睡的 為了配合父母的上班 有些都是十一點睡覺 十二點睡覺的 很多耶 所以 還有邊緣型人格嗎 沒有啊 小朋友都很活潑啊 很活潑 也沒有 我認為是 規律睡眠時間少 因為晚睡這件事太咬定了 有些人晚上的睡覺週期 他就是晚睡 對啊 還有晚睡的認知 有人問九點以後就晚了 你認為十一點以後才叫晚 對 朱欣宜 我應該也是選B 規律睡眠時間少 因為如果晚睡 你還是有睡到那個量 例如說你十二點睡 可是你睡到十一點 中午十二點 十一點起來 我覺得其實也不會說 就是睡很不夠 但我覺得睡不夠 對孩子影響是蠻大的 孩子的規律睡眠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可是其實都可以調 因為像我們家小孩 就是老大 第一寶他是 小的時候跟我們一起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生小孩 所以你根本不會 就是知道說 原來要這麼規律的睡眠 他也是慢慢從小班 中班 大班 每一天每一天提早一個小時上床 後來就是八點半就讓他上床 對 不然以前都是十點 十點半 後來我發覺 對啊 雖然他隔天會很晚起來 可是大人還是要做事啊 那孩子睡不夠 其實情緒也會差 所以後來我們就早睡也早起 來 請介紹 萬歲時的東西 我們就很厲害了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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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告訴大家什麼叫做 邊緣型人格 就是你會長期的情緒不穩定 同時你的這個人際關係 也會長期處於一個 不穩定的狀態 然後有一種認知上面的問題 但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小朋友的時期 如果這時候很容易做噩夢的話 其實算是比較正常的現象 但是如果規律睡覺的時間 不固定的話 可能會在青少年時期 容易會產生一些 精神方面的疾病 但如果在三到五歲的時候 很常這個寶寶是晚睡的話 他就容易會在這個 十一二歲的時候 開始產生邊緣型的人格 所以小朋友真的不能夠太晚睡 早睡早起 但是對生地比較好的 來 第二題 記者不想聽 請出題 記者不想聽有口多 根據網路調查 讓新聞媒體工作者最無奈的是 下列哪一句挨罵的話 A 別家都報了你還在幹嘛 B 幹嘛衝現場妨礙救災 C 垃圾媒體做假新聞 都不舒服吧 對啊 都很不好 最無奈的這些都很無奈 這應該都不想聽 而且這是有經過網路調查 這很真實 別人都報了你還在幹嘛 對不對 獨漏對不對 對 衝現場妨礙救災這個好討厭 最無奈的 垃圾媒體在那邊做假新聞 好 我的答案是 A B C都選可以嗎 冷靜一點 好 A 給家人報了你還在幹嘛 就說你 我會選B 我衝現場就要報道 你認為我在妨礙救災 我好難過 對 但是因為這句話已經太常聽了 反而會無感 太常聽的是A吧 沒有 A是自己份內的工作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好 當你否定我說好 我會難過 可是B跟C是你在進行這件事物 然後別人叫你不要做 所以那是一個情緒性的語言 但是A的話的確是我沒有做好 請揭曉 A是你 A是你希望的 怎麼會是A 為什麼 叫什麼呢 新聞的英文叫什麼 News 當然就是要最新的事情 才是新聞 所以對於記者來說 搶心搶快很重要 但是難免會盲中有錯 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網友們 大家可以多一點同理心了 因此是常常如果你沒有辦法 做到新聞的話 就會被主管挨罵 別人都報了 你怎麼還沒有報呢 而另外其實對於記者來說 我們也不想要永遠在前方衝鋒 但是當我們到了前方衝鋒的時候 還要被大家抱怨的時候 當然對於記者來說 也會覺得比較傷心一點 還有很多網友 喜歡在這個網路上說 記者快來抄 可是記者真的寫了以後就說 記者這麼好當 都只會抄網路上的新聞 到底是要記者怎麼樣 另外也有上榜就是 台灣的新聞真的很差 都不報國際新聞 都報一些負面新聞 但是我們報國際新聞的時候 你們有在看嗎 都是以收視率作為取向的 所以讓記者覺得很無奈 恭喜一萬元再向著投 好 不錯 那我們來選個 孕期要運動 孕期要運動 孕婦瑜伽長什麼樣子 孕婦瑜伽其實跟一般瑜伽 差不了多少 那它就是強度會比較低一點 OK 所以都是一樣的嘛 其實 對 危險 孕期要運動 謝謝孕婦 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指出 孕婦在沒有任何禁忌症的情況下 每週應該要進行多久的運動 A 90分鐘 B 120分鐘 C 150分鐘 這是累計的嗎 每週累計的 對 不是一次喔 我的答案是C 水越多得越好 150分鐘 請說定 很快 等於一天才20多分鐘 今天還好喔 我那時候是一個禮拜上兩次 拿一躺是60分鐘 起跳 所以我們就選起跳 120分鐘往上加 那就是150分鐘 吃得好囉 介紹 國安吸到一萬元智慧新幣 外面也沒拿到呢 果然是高台症 好 其實孕婦在運期當中 一定要避免過度的發胖 所以如果沒有一些 經濟症的話其實一週 運動個三天是比較好的狀況 但是運動不要做得太過劇烈 大概是中等強度的運動 怎麼樣算是中等強度呢 像是急速的快走 一些優養運動 大概讓你的心率 提升到120到140 但是你還是可以一邊 正常的跟其他人講話的 這樣的一個強度 就算中等強度 會是對於整個運行的來說 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另外孕婦也可以做凱格爾運動 也可以避免尿失禁的帳號 來 再一提就超越自己了 好 爸爸吃素很久了 那我們就來選個吃素要注意 吃素要注意什麼 請 築地 根據研究吃素 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風險 但是要小心 可能會罹患什麼疾病 A 中風 B 冠心病 C 高血壓 哇 這個都很有可能 哇 好 好難選 我答案是C 高血壓 先鎖定 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的血壓有點高 你爸爸就是個教材就對了 應該是吧 還是湊巧 但是中風不可能 因為中風一定是大魚大肉 才會中風 那冠心病的話 我不是很了解 這個到底是什麼病 然後就不選 去選一個可能 中風是不是一個酸塞現象 是 對 血痠 就看你的血酸 看你的血堵在哪兒 哪邊的血管脆弱 對不對 對 哪邊堵就哪邊 腦中風 或者是心肌感受之類的 對 就是C 看來很像是高血壓 或是它可以的 來 請介紹 關鍵性的這一題 歷史性的這一題 冠心病 正確答案是中風 對 一定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 大魚大肉 容易會造成心血管疾病 的確是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 但是長期吃素的人 其實在我們身體當中 這個維生素B12 還有含鐵量跟膽固醇的含量 都是比較低的 但是當我們的維生素B12 含量低的時候 就容易會造成中風的風險 因此其實飲食均衡 還是對於身體來說是最好的 來 得到什麼禮物送給他 好 我們要送給白敲音的是 強身運動科技 歷史時尚健身車 時尚運動新選擇 簡約流線外型 讓你配家運動 也能夠超時尚 發展阻力設計 多元訓練模式 全家大小都能夠輕易上手 想要有效染指 考他準沒錯 用他來取代快手也挺好的 好 謝謝 希望你喜歡 好不好 謝謝大哥 哪裡哪裡 謝謝 請下一回合這個賽 全明星空略模範身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空略趕快來訂閱喔 róx 我 estratég 於呢 好